環保團體今年走訪全台記錄海洋垃圾組成 昨天公布了臺灣沿海垃圾 又高達7成是廢棄的餘具 而另外東北角的保利龍垃圾 有一部分是從西南部養科沿岸北漂而來 呼籲臺灣竟用保利龍扶具的速度 要跟上國際腳步 柯蓬 保利龍和白色碎屑 攻佔臺灣西南部沿海 但牡蠣養殖產生的垃圾 不只在雲嘉南地區漂流 就連臺灣的東北角 也能看到柯蓬 漁網躺在歷史上 和基隆雨對望 全臺灣最髒的地方 就在新北的瑞芳那裡 那其實那裡會髒 是因為洋流累積 所以不管是西海岸的廢棄物 還是東海岸的廢棄物 都是往那個方向去集中 大概兩到三週的時間 就有可能會漂到東北角 民間團體推判 西南沿海的養殖廢棄物 可能跟隨洋流北上 再受到東北角海域 涡流牽引 滯留在新北瑞芳 萬里和基隆海邊 並估計雲嘉南2.4萬棚 牡蠣 一年保利龍約使用12到20萬顆 其中三分之一都沒被回收 變成海廢垃圾 民團指出中國福建 牡蠣養殖規模是臺灣百倍以上 但官方預計2023年底 將全面淘汰發泡塑膠 臺灣也必須趕緊跟上腳步 我們鄰近國家的腳步是很快的 而且他們一次汰換這個保利龍 其實就是很全面整個省 或是整個縣市整個替換 那臺灣目前是規劃 大概兩三年後才會陸續替換掉 這個保利龍 所以我們其實覺得 我們這個時程可以再加快 雖然臺南嘉義 未來都有禁用保利龍的規劃 近期先鼓勵科農少用保利龍符具 就算是随着